挺好的嘛 每天看这样的风景会不会腻呢 这边就是鸽子太讨厌了 大家好 我是戴清麦的小F 然后现在呢 我要去我朋友的家 因为现在早上十点钟呀 有一个美国退休的老婆 然后约了我和我的朋友 早上去喝咖啡 今天呢 我就要来看一套 朋友新班的一个房间 然后这套公寓呢 之前有带大家看过 然后这次呢 它是又搬了一个 面向速贴山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那等一下呢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它这一套只要一千多块钱的 这样套房间 在宁曼的市中心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阿布 我来了 挺好的嘛 哇塞 我能不能把灯打开一下 可以 你哥的灯也可以看 今天有点 对 今天天气有点 可能要下雨 哇 先看一下 这一进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厨房 然后还有一个导台 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还设了一个中导台 然后有煤气 哦 哦 必有进圈 然后这是我刚刚进门的地方 然后这一排衣柜 然后一个冰箱 这是进门的洗手间 嗯 还挺齐全的 耶 然后洗手盆呀 然后淋浴的地方 哦 这个是那个整个七脉 那老公寓里面都是有一个通风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但是一般味道比较大 所以这边它都把它封住了 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没有什么味道 这样的一个 还挺齐全的啊 家具 哇 这个床比上面那个床大呀 金 size的 这个老公寓 它那个屋主还配了这么大的镜子 你看到呗 哇 而且还有两面镜子 哦 能看上去这个公寓是有一点黏头的 使用的 你们觉得呢 啊呀 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巨无霸的美景天台 哎呀 今天云给包围了 其实它这边 能看到苏贴山的 但是今天云包围了 看不见 等一下我放两张 我朋友的那个拍的平时的阳台的照片 给大家看 这个隔壁邻居 墙上还有两只大雁 哦 哦 然后就摆着那个桌子 望向我后边的这个素贴山景 然后我身后就是清卖的地标 玛雅商场 然后 这边就是鸽子太讨厌了 老是飞进来 然后有的时候拉一泡石就走了 所以如果我住宫的话就特别讨厌这种这个鸽子 这个鸽子在这个地方就会把它赶走赶走 看着这样的一个窗外 每天看这样的风景会不会腻呢 哇 才几分钟的时间 你看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已经云开雾散了 然后这个素贴山前的云 好美哦 等云开的时候呢 就能看到素贴山上的双龙寺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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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